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满满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将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我受不了了 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怎么了你是 这人可是你带回来的 借灵换血 寄灵人 该怎么处理 你自己电影片了吗 爸 你就别提了 我已经很后悔了 你们两个人这么扯着喉咙喊 要是给隔壁邻居听见了 我给你爸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妈 现在受害人是我 怪您和爸什么事啊 你这样让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暂时的 暂时的 权宜之计 我先堵住他的嘴 再想办法对付他 公司的事已经够让我烦了 回到家也不得清酒 都怪我心肠太软 自己找麻烦 公司出什么事了 爸 妈 我姐夫回来了 你自己问他吧 姐夫是总经理 操得谢谢比我多 何小北 天悦这一句地说得 让爸妈都担心了 真是烦人 爸妈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吧 就是俊贤要接天下的班了 长辈们希望他可以好好地 把天下给经营下去 他坚固不过来呀 就希望可以把天悦的 所有权让给建红 就这么简单的 有这么简单吗 他是不是快结婚了 想赶紧斩断 跟咱们家里的关系啊 省得日后 在老婆面前卸了底 咱们也别用小人之心 去度君子之父嘛 你怎么老说我小人呢 你又没有搞错啊 他有了小三 抛弃了解法之妻 我还没追究 他细心厌旧的责任呢 别扯远了嘛 建红啊 俊贤打算卖多少钱呢 他为天悦已经投了五百万了 他知道我跟小北能力有限 不至于再往上加加 可是至少得给他这个数 才说得过去啊 五百万 这么多钱打哪儿凑去啊 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我事业前途的大事 我想回家跟我爸妈好好商量什么 五百万 这不是个小数字啊 怎么开口 要讲究点技巧 特别是家里头啊 还有哥哥嫂子在 可别把事情弄僵了 我明白 老公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回去啊 不用 你挺着固肚子够辛苦了吧 就别再折腾 再说了 我自己家里的事啊 我自己能处理 不能什么事都靠老婆 可是我不放心啊 小夕啊 这样的事情呢 你这个当儿媳妇的 是不怎么好开口的 就让建红自己跑回去一趟 怎么说 说到什么程度 建红在自己的爸爸妈妈面前 好掌握分寸 你们慢慢聊 你上哪儿去 我出去溜达溜达 要不一会儿他又得找我麻烦 你出去避难 把人留下来让我们应付 你就这么孝顺你爸爸妈妈 什么意思啊 鲜花还没走啊 没呢 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 何小北 你怎么想的呀 你到时候打算把人怎么办啊 我也想让他赶紧走啊 我是软磨硬泡 他就赖在二姐房间里不走 我能怎么办 我早就跟你说过 寝神容易 宋神难 热心得有个限度啊 我看你以后 还当不当这种好人 爸 我耳朵都快磨出剪子来了 这 在家里我实在没法尽下心来 你们就让我出去走走 没准在外面灵光一现 就想出怎么对付他来了 我先走了 妈 我带钥匙了 别给我留门啊 早点回来 拜拜 真有他的 这事跟他没关系一样 爸 妈 我们先回房啊 早点歇着吧 钱的事啊 别想那么多 心放得开一些 看看你爸爸妈妈那儿 能凑多少 实在不行的话 大伙一块儿想办法 谢谢爸 爸 妈 晚安 晚安 你口气倒不小 你能想什么办法 五十万我还出得起 这是五百万 我不说大家想办法吗 要不然 你跟他说没有 那行吗 刚才我要是没听错 俊贤是想把公司 交给建宏跟小北 二一天做五 一人也得两百五十万呢 要是我们真能凑出那数 好像也得先帮自己的儿子吧 你不看看你那儿子 是个当老板的样子吗 连那么个女孩子的事情 都处理不好 还让他开公司 你怎么老看不起自己儿子 也许小北他就 怎么了 你让我静一静 我好好琢磨琢磨 该怎么处理行不行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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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还是要不停 你觉得这个好 怎么会不停 于凤怎么会给我拍这么个苦惨式 也没有人轮斑 于凤怎么跟我拍这么个苦惨式 电话来的真是时候 雨凤啊 是我说说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接上头了我马上就告诉你 你放心 好了 我挂了啊 我不是不耐烦 你不知道 我是 我是 我这有点内疾 我要去方便一下 就这样 好 苏老板 苏老板 你好 你好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苏老板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江伟 长江的江 伟大的伟 就是长江很伟大的意思 我不认识你 不不 你不认识你 你再闹我就叫保安了 这个人不让说话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人太多了 保安没法核实每个人的身份 咱们里边请 好 苏老板 我告诉你 我是江玉凤的爸爸 江玉凤是何晓希的嫂子 何晓希是何晓南的妹妹 咱们怎么说也是个亲戚关系 沈济猪蹄店的老板娘 想跟你交一个朋友 想问你一下理财投资的学问 行了 我的话讲完了 你爱听不听吧 卖猪蹄赚不了多少钱 可沈万海珠蹄加盟店的招牌 挂得满街都是 说不定是这金珠 苏董 别听她的 一看她那个样子 就知道是忽悠人 好 你们早该认识我了 之前股市飙涨过一波 跟着我几个朋友啊 全从小康变富豪了 我之前挺个大肚子 接着生孩子坐月子 然后好多加盟商来找我谈加盟 好不容易现在才扯出点空 哪知道这小夕她姐姐 已经离开杨家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跟那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啊 沾亲带故的不一定能够成事 这主要靠缘分 缘分 缘分 你看现在咱们不是和苏老板 一块儿吃饭了吗 苏老板啊 我可不敢当 在天下企业 我是苏经理 在证券公司里 他们管我叫苏董 苏董 是是 苏董 那我的意思 您也应该明白了吧 把钱呢放在银行里边 利息太少了 所以呢 就想跟着您学习学习 希望您给个机会 是是 也不只是御凤 我也想学一学这个股票里的奥妙 对吧 秃着跟月亮走 能沾多少光沾多少光 我想安排一下我今后的生活 管姐 管姐还是我 管姐还是我 那我爸他年纪大了 太刺激的 他心脏受不了的 谁说我心脏受不了 我身六十岁的人 二十岁的心脏 我这身体呀好着呢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就跟小伙子一样 我就喜欢玩这个刺激的 你知道吗 这就跟大麻将一样 哪一二四十都没有意思 上手就得是一二四 您去哪儿去了 跟苏董说这些干嘛呀 苏董您别见外啊 咱们言归正传吧 好好好 那我就想问问您 那我给您钱 我每个月能赚回多少钱呀 投资啊 有赚有赔 我也没法给您保证 不过从我回国到现在 证券公司帮我算过了 我在股市 投报率平均大概是 怎么了 那个 您 您刚才说的是什么 投报率 哦 就是投资报酬率 比方 拿一百块 能赚回几块 这就叫做投资报酬率 哦 投报率越高 赚的钱也就越多 这就是投报率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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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什么差呀 苏董您接着说接着说 我的投报率 平均大概是百分之十上下 百分之十 那 那意思是 我给您一百块钱 然后 一年赚十块钱 一千块钱 那一年也才赚一百块钱 跟银行没什么差别呀 不是一年 是一个月 快的话几天都算到了 不过利润呢 也没法天天算 毕竟我还有本业要做嘛 真生意不错呀 闺女啊 您要从银行里拿出个百八十万来 那一个月挣个钱都能吓死人了 行了 你还卤什么猪蹄呀 快有多少钱你又知道了 要你啰嗦 这都算得出来的嘛 你想 一个加盟店的加盟费呢 就是五十万 那 我已经不错了 我还认为 我都没说 我真的没想出了 我都没想出了 好 我还是 бы 你也能不能做 你不做 我小说 我都没想出了 你那我 你能做什么 你不做什么 我对你 我怎么想出去了 如果这收据也没法写得太清楚 对对对 苏总 有个收据就行 您的收据啊 搁着哪儿 哪都跟现金一样 不想 你想什么呀 这是别人想做梦 都梦不到的机会 苏总现在做了就等着 咱们投资了 资金越多就越好操作 钱滚钱 就是这个道理 多少 哎呀闺女啊 好不容易把人家苏总请来了 你倒是说表个态呀你 那苏总还等着回去开会呢 多少 是啊 哦 既然你们有疑虑 那我也不勉强啊 你有我名片考虑清楚了再跟我说啊 不过最近我事多万一没控制你们的电话 四路二十万 叫二十万 您明天我就会到您张上去 哎呀姑娘怎么才二十万呢 那二十万一个月才两万块钱 你这两万块钱哪儿挣不着啊 你还非得八块钱 我有我的做法 需要你啰嗦吗 苏总 那就这么说定了 二十万我明天会在您账上 真是看走眼了 居然遇上个铁公斤 苏总 那收据怎么跟您拿呢 钱收到了啊 就来我办公室取 要不是扯上那么一丁点关系啊 我还懒得赚你们这点小钱呢 苏 苏总您慢走啊 这一次得拿五百万 这我一时还真拿不出来真是 爸 您能帮我多少就帮多少 不够的呀 我自己想办法凑 其实 如果我是跟小北合伙买的话 一个两百五十万也就够了 我得好好合计合计 靖红啊 妈 你来啦 刚才阿财跟我说呢 我还不信 怎么了 总经理上班怎么会有空呢 走吧有啥 什么事啊 杨家呢想把天宇卖掉 靖红想接手 那好啊 接手 接手过来不是当老板了吗 妈 总经理升到董事长 我这儿子都有出息啊 坐石上飞机上去的 我还没习惯人家叫我总经理他娘的 马上改口当董事长他娘了 妈 俊贤又不是把天宇白送给我 是得花钱买 要是没钱的话呀 我这董事长也当不成 是是 那那那董事 多少钱哪 总共得五百万 不过要是我跟小北合伙买的话 一个人两百五十万也就够了 又五百万啊 还不小那总数 没事没事 就要你爸爸想想办法 臭臭可能够了是吧 是不是应该够了吧 爸 妈 那我先回去了 你们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 这这儿子在外头奋斗 缺钱了 男的向你开口 应该干脆一点 又不是白拿的了 我问你戒呀 听到没有戒 你转着会还你的呀 姐好 没事没事 爸爸会想办法的 到时候不够一点 拿私放钱贴你 妈 你别催爸 最近家里事那么多 爸有爸的顾虑 你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 老子借钱给儿子千金第一的事情吗 我还怕谁不同意呀 妈 你小点声 你要让嫂子听见了 又得闹三天 三天 八天又怎么样 我还怕他知道 他把你爸的名字都卖了 省外海三个字 都已经吃干抹尽了 我们怎么着 像你爸的注重点资金 有什么不应该的 真是的 再说了 这 省外海儿子 又不是就一个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没事 儿子 是吧 你说话呀 话都让你说完了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那你什么时候给儿子钱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不会对自己儿儿子想谢的 可是这么大笔钱哪 你得让我算计清楚嘛 那现金不够 我还得想罚得凑是吧 就是啊 这也是 不是那块地可以去到银行抵押吗 要是不够的话 那房子也可以贷款哪 老海 我要说心里话了啊 虽然建明是长子 那 那要是轮也该轮到谢红了 也该让他得点好处了 妈 你别替爸拿主意 一直以来 爸从来也没亏待过我 爸 我就是回来问问 你要是为难千万别勉强 我自己想办法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这么贴心的儿子 你说你 你幸福都来不及啊 你看 处处为你着想 你看 不像他们 说把你东西卖了 就都卖了 你看 你看建红 他总是想让你 爸爸会不会为难呀 他爸难不难做人哪 阿海啊 有这么个儿子 你幸福都来不及 你得见良心啊 要不然说不过去的 是是好儿子好儿子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就是败贷款 没块地建名也有份的 要买要压都得问过建名才行 你说什么呢 你爸买这块地的时候 建名建红还都没有呢 什么有份没份的 嫂子 我妈就是随便一说 你千万别当真 这块地啊 根本就不会拿出去卖 你以为我们都是笼子呀 刚才不是你说的 要把地契和房契 都给建红啊 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嘛 是不是 做贼也不隐藏一点 帮小偷扯着喉咙 你胆挺大呀 你把嘴弄弄干净好不好 什么贼呀小偷啊 说你自己呢 老光头我跟你说 就你出来以后 你女儿那手啊就没停过 刷刷刷的在我们家 什么东西都往口袋里装 连什么还三个字都搬空喽 还 还说这种话 沈建红 你也真好意思啊 嘴上说沈家的财产一分不要 要自己出去创业 一年时间都不到吧 就偷偷摸摸地回来 跟爸要钱了 有本事说大话 就别自打嘴巴 让人瞧不起啊 瞧不起的是你这种人 你这个恶媳妇 气得咣咣心脏病都发了 还这三个人欠欲欠欠欠欠 谁知道是真还是假呀 你说什么话呀 就算是假的 也是我们沈家的事 轮不到你在这儿说咱道四的 底气很足嘛 这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吗 爸 我爸他是看不下去了 你干吗老护着他们母子啊 就因为妈死了 没人替我跟建明说话了 小夕他爸妈到家里来就是课 那干吗老是吼我爸呀 人家何校长是知书达理 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人家掌握得恰做好处 不像你这个父亲 我 是 我没有什么文化 也没读过多少书 怎么 没有读过多少书 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没有什么文化 可是我知道 我们家玉凤在你们沈家 做事情做得最多 我没读过多少书 可是我知道 你们家建明取了我们家玉凤 你取了这个玉凤 那取谁取了呀 那说不定现在建明已经 把场子都汇清了呢 嫂子 咱们别吵了 我来这儿啊 就是想找爸借点钱周转一下 没别的意思 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算什么算 你爸有钱的 没事 有 那也是我们家玉凤 做加盟店挣的钱 拿我们家玉凤挣的钱 给别人做生意 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我不借了行不行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行不行 你今天不借改天哪 沈建宏 你千不该万不该啊 就不该当年拍着胸脯吹牛皮 吹什么牛皮了 我儿子吹什么牛皮了 我儿子是唐大天狱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家玉凤 还是加盟店的董事长呢 去问问路上上学的孩子都知道 董事长要比总经理大得多 你们吵够了没有 吵够了都能出去吧 疼什么疼啊 要出去踏出去 跟我干吗呀 我今天可以走 但我明天还要来 秦姐公啊 这个事情我还不能不管了 行了秦姐 你请回吧请回吧 行行行 是 我马上就走 我不会赖着这惹人生气 但是我把话说得前逗 我不是看不起你们沈家的儿子 将来你们住秦店是发达 还得靠他 我的闺女玉凤 咱们骑驴看账门走着瞧 妈咱们也走吧 那爸歇吧 爸 您要是真想贴补剑红也行 那就一次性把钱分清楚得了 也不是有多少钱了 这么明争暗斗的 我都嫌累了 一会儿妹妹回来 要接收本店了 一会儿弟弟又回来 要借钱了 早分早了 你这是又要跟我分家是吧 对啊 早分早算清楚嘛 别听他胡说 沈万还住几店三个字 他都已经拿走了 还封什么封啊 爸 别说了啊 爸 买公司的钱我自己想办法 您别操心了 咱们走吧 你记住啊 您要不给见无钱的话 我跟你翻联带啊 记住啊 好 去之前 不是 你就预料到结果了吗 想归想 真碰到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亲耳听着那一字一句的挖口讽刺 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啊 妈 还好吗 你说呢 我觉得这最伤心的应该是爸爸 对啊 我真后悔今天去说了这档子事 兜了一大圈 钱没拿到 反而惹得大家伙心里头都咯咯答答的 之前跟大哥狠狠打的那一架 也因为事 变成我有理也站不住脚 好 说了就说了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实在不行 我们就自个儿想办法呗 五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谢红 其实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贷款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 拿什么贷款 就拿你的脑袋和我的人脉 才二十万 连塞牙缝都不够 你 怎么踢人呢你 我告诉你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这么红角蛮串 你不帮我翻脸走人 随便走就走 反正你也无所谓我 我在你们家待了大半辈子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什么都不是 你要算账是不是 行 我们就算账吧 今天我跟你把账算清楚 你说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你凭什么躺着我床上 什么都不是你凭什么成天摆了个臭脸给我看 你们什么都不是我干嘛费尽心思 不是替剑红一筹钱 我成天就为了你这群什么都不是的人 我在做牛做马 我犯贱的 你是为他们 不是为我为剑红 我儿子好不容易向你开个口 周转一下 你都不肯 周转 你知道什么叫周转吗 周转是借了要还的 不是不还的 你不肯 他要是去向银行贷款 都不用这样看人家脸色 可怜我的儿子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包袱 求爷爷靠奶奶的来求人 还让人家说是败家子 可是你连这个父亲 一句广大话都不讲 要你这个父亲干吗 我要你这个老公干吗 干 干什么 去哪儿啊 我听你说完天都亮了 我到客厅睡去 那 怎么样 见红的事怎么办 你还没说清楚呢 什么见红的事怎么办呢 我不是无能吗 我不是没有用吗 你问我干吗 而且你自个儿说的啊 你们母子什么都不是 那我干吗那么费心呢 放手你 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今天非得给我说清楚了 就凭你这种态度 让我说清楚 你这个老头敢恐吓我 阿海 阿海 老公 亲爱的老公 可惜老公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你干吗 穿剧变脸啊 我消受不起 人家刚才挣得急了吗 真的急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快快 你快上来坐下吧 我给你推拿推拿 是不是累了 头疼吗 肩膀紧不紧啊 快来吧啊 快快坐下 怎么办啊 快点 客气什么呀 什么的 是是是是是 怎么样 是这儿吧 舒服吗 还是你这个老婆好 你想想啊 谁给你睡觉以前 舒舒服服的推拿 好好地睡觉啊 是 可是我这个老婆呢 当他也是有点可怜 连自己老公 心里想什么 有什么秘密 都不知道 我心里头能踏实吗 是啊 你这个推拿得花我五百万 太贵了 那剑红的事 你真的不管啊 舒雅 我从没说过我不帮 是吧 你得给我这些时间 让我好好想想吧 想想 我跟你讲啊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你不要因为你儿媳妇 讲了几句话 你就撒手不管了 剑鸣是你的儿子 剑红也是你的儿子 剑红当初离开家里面 是因为不想让人看清 他现在住在张母娘家 总是递人一等吧 抵着头弯着腰的 你想想看 一个大男人 他心里能不窝囊吗 以前说好了 要合伙开公司的 是因为小夕一句话 才打了退堂鼓的 现在机会又来了 好不容易又有机会了 你说我们做父母们的 能凶手旁观 能不管吗 你拉他一把 可怜我的孩子嘛 你心里也考虑考虑 对于我的处境行吗 我怎么不体谅你的处境啊 我是你的老婆 我知道 我知道作为一个女人 要善良 要贤惠 要情节 这我都知道 我也在这样做嘛 可是我也是母亲啊 我有儿子 我是妈 我是娘 现在我儿子又困难了 来向我求救了 我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量身空空的 一点都帮不了他 我这个母亲干什么 我现在恨不得为了我儿子 去卖生卖血 给他凑足那五百万 可是我这边去卖生卖血 也凑不了这五百万 我不够的 很可怜的儿子 我可怜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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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好 雷先生 请 请我现在给我您点餐吗 雷西 你看就好了 她看就行了 牛排好了 好的 我也一样牛排 好的 那么左餐酒给二位 搭配红酒可以吗 行 好 来一杯吧 好的 谢谢 好的 我上位您送来 好 雷西 你是怎么了 我这一路上 都看着你愣得难发呆 有心事啊 不知道 可能是亲相情切吧 虽然平时都在外头中 跟父母也不常见面 可是一出国就开始想家了 那是当然了嘛 这么着吧 下了飞机 不就送你回去 还是先回公司吧 好多主管等着跟你汇报工作呢 没关系 出差那么多天了 今天就要好好休息 那也是应该的呢 休息的已经够久了 再说你手上伤还没好 还要带伤工作 我就更没有理由 偷懒请假了 其实回家 也有回家的烦恼 爸妈总是比较啰嗦 出差这么长时间 肯定积攒了一大堆理由 和问题要问问 这里头 一定有关于不少我的问题的 雷西 要不要带份文字数据回去啊 令尊可是退休的校长啊 文字表述 条例清楚一目了然 省得你一一回答了嘛 给您相处越久 越发现 其实您挺幽默的 好 自娱自乐了 那些啊 一个人呢 要是不能够放你轻松啊 肯定会把自己弄得晕途转向 在原地打转找不到出口 人生何尝不又是这样吗 你越急着想找出口 就越找不到出路 要是能够退一步 把自己从现实里抽了出来 反而会有全新的体力 他在暗示我们 他知道我接近他 是为了教训杨俊贤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得出来 你有一段 痛不欲生的过去 如果你不想提起 没有人会去揭开那艙疤 在那伤口上撒烟 但是Nancy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你一定要自己找出来 来 要不要来口酒 吃东西 为我闪烁温柔的眼神 像星星从此让夜不过再害怕 你真的了解我吗 还是凭着你的人生阅历 在猜测 在试探 和小蓝 你没资格质问人家 你没资格质问人家 雷青天是无骨的 雷雷也是无骨的 雷雷也是无骨的 是你的思思 让这个善良的父母 卷进了这个漩涡 好 不管啊 你家有多久 有多远 家 永远是最幸福 最温暖的地方 也是让人 最期待的目的地 来 我回家 我回家 不知道你说 爱永远 不会停止 爸娘 我在这儿呢 宝贝 丫头 董事长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 宝妃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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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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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爹地 Nancy呢 上洗手间去了 我还说她去哪儿呢 这次行程顺利吗 还行 该办的都办了 我看看手 还贴着呢 到底划了多大的口子啊 没事 她怕我这伤口感染 所以给我贴了一个创口贴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你别老顾着关心我 你的学习怎么样 有没有收获啊 当然有了 我的学习啊 和您这趟欧洲之旅一样 成果丰硕 你别说八道口误车了 待会儿让Nancy听到了 多不好意思啊 我看你们俩相处得挺好的 怎么会不好意思啊 别瞎胡闹啊 下回人家不跟我 出差了 还有下回啊 爹地 你好心急哦 这刚下了飞机 就想着下回了 Nancy 雷雷 欢迎回来 谢谢你把爹地 平平安安带回来 其实这一路上 都是董事长在照顾我 谁照顾谁也没关系 相互照顾就行了 行了 行了 咱们回去吧 车在哪儿 在一号停车场 先送Nancy回家吗 先送回公司 先回公司 爹地 你和你的特助真的是 心 心有灵犀一点通 好厉害啊 你们双胞胎嘛 行了 回公司吧 好 走吧 走 你们先走 我来推车 好 我自己来吧 我推吧 让他去推 那是他的专利 从小出国 他就爱推你推车 去吧 快走吧 快走吧 那麻烦你好 Nancy 给我半个钟头 我要处理一下公文 除非必要不要任何人来打搅我 是 董事长 您是要喝咖啡还是茶 茶就行了 好 喂 董事长 办公室 您好哪位 小 小南 怎么可能 喂 请问您找谁 呃 请问 是 我 不是 你 快 我 快 他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